在整個的一個AI其實在2024年科技產業是一個非常夯的字 所以大家如果最近有在搜新聞 大家都可以看到AI 包括像是AI Smartphone AIPC AI Server 好像只要灌到AI這兩個字就一定會大賣 所以AI其實在整個科技產業 是2024年的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那這個的話也可以帶動整個產業的一個發展 那我今天的這個部分的話就會先跟大家談就是說 到底全球AI的產業是怎麼樣的發展 那此外的話就是AI怎麼去重塑所謂的工作跟應用的部分 那最後的話我們看一下全球科技大廠 它怎麼樣去因應這樣的AI浪潮 那在全球的AI產業的部分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我把它分為八個領域 這八個領域是目前整個AI產業最常聽到也好 或者是最常應用的領域 那基本上的話不外乎就是智慧型手機 智慧家庭 視訊會議自駕車等等 那當然以智慧型手機來說的話 其實像是手機的晶片大廠 Corecom就開始推所謂的AI晶片 那包括像是我們在講的就是手機品牌大廠 包括像是三星也好 Apple也好 甚至是就是Over Vivo 還有就是華為這些中國品牌大廠 他們對於就是AI手機這一塊其實是非常看好的 那整個AI smartphone它其實是 應該說它帶動整個我們在跟手機上面的互動的部分 那這一塊的話最主要的應用會是在大家最常用的 比如說像是翻譯 還有相機的演算法 就是怎麼樣的做修圖等等 那在智慧家庭的部分的話 其實智慧家庭已經談很久了 那當初智慧家庭一直沒有辦法起來的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通訊技術非常的多元 就是沒辦法整合 那另外的話就是Ecosystem 可能Apple的產品跟Sanson的產品是沒辦法互通的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趨勢之下 智慧家庭雖然談了很多年 但是一直都沒有起來 但是在AI的一個賦能之下 尤其跟像是Big Data也好 IoT的技術融合也好 在今年可以看到AI在智慧家庭的部分 它其實佔了一個心中的角色 那尤其是在能源的一個管理上面 那在視訊會議的話 當然在整個我們可以看到說就是COVID的影響之下 其實視訊會議跟AI的連結是非常多的 那很多尤其是國外大廠 其實有很多員工他不是在Headquarter 但是他透過視訊會議去解決他們的一些工作的一些需求 那當然自駕車就不用講了 自駕車的話Tesla是大家都知道 他一直在強調所謂的AI自駕的部分 那當然現在他希望走到所謂Label 4或是Label 5這樣的一個境界 那當然我們現在在講的自駕車 他其實有很多都是應用在AI的一些原理也好 技術的融合也好 在智慧工廠的部分的話就最主要是在機器人 大家都知道說像是HV就是無人搬運車這一類 那甚至是機器人機器手臂 就像現在很多應該說汽車的噴漆這種東西 一定都是靠所謂的機器手臂去做的 那甚至Tesla他在所有的車的組裝其實都是機器人去做完成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其實AI在所有的 應該說產業領域它的應用其實是很多元的 那更不用講智慧程式的部分 那智慧程式跟AI的連結最多就是運用在所謂的交通的部分 就是交通控制相關怎麼樣去讓這些車流量 那甚至是它可以break down到譬如說駕駛者的一個行駛的狀態 譬如說在打瞌睡的期間它可以透過一些視訊 或者是一些感測器的一些技術跟AI的連結 可以讓大家知道說它其實是安全駕駛的一個狀況 那視訊監控就不用講了 它當然就是牽涉到所謂AI的一些應用 所以可以看到說整個智慧家庭也好 或者是智慧程式也好 對於AI的一些應該說技術連結上面是非常的成熟了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說整個2024年AI的一個技術貫穿 那這個部分的話是我們針對就是全球 我們會去看 那我們會以美國這個為案例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很多的科技大廠它是based on 在美國 所以我們從美國的人民去來看一下 那在過去比如說在PC它在應該說開始成熟之後 我們所謂的成熟就是它的滲透率 用戶滲透率至少達50%以上 那過去在個人電腦它花了20年才達到所謂的滲透率50% 那Internet它花了12年 然後Smartphone的部分花了6年 所以可以看到說其實整個的一個科技富門 還有整個滲透率的一個發展 它其實是非常快速的演進 那當然在AI的部分的話 我們是預估可能3到5年 這個部分一定會起來的 那接下來的話就可以看到說在2024年整個AI產業鏈的部分 那基本上產業鏈的成型會讓我們去看這個產業是不是成熟 所以呢我們就把所有的AI產業的一個產業鏈去勾勒出來 那當然最底層的我們會先去看像是Data Center Hardware跟Power的部分 那這一塊的話就不用講 只要是講到AI 然後跟應該說半導體相關也好 硬體相關也好 我們一定會提到像NVIDIA NVIDIA就是推GPU的一個晶片大廠的廠商 所以呢除了NVIDIA之外的話TSNC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這些應該說這些晶片 它的所有的製造也好 相關的一定跟我們的台灣半導體台積電有關 所以我們會先從整個底層 像Data Center Hardware這一塊來看 就是說它整個的AI的一個Supply Chain是不是完整的 那接下來的話會看Cloud Platform的部分 就是這些雲大廠它們目前的態度 包括像是Microsoft的也好 Google Meta也好 或者是這些Oracle的大廠 它在它的所謂的Cloud Platform的部分的話 是不是夠成熟 除了這以外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像是AI Model跟AI Apps 那還有AI的一些工具 那最後的話它會去帶動所謂的End User 就是我們在看這些應用導入終端的一個部分 那因為這些的一個Supply Chain 開始逐漸完整之後呢 就可以帶動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比如說像是AI Smartphone的推出 AI PC的推出跟AI Server的部分 那接下來的話除了從供應鏈產業鏈這一塊去看完不完整之外 我們還會從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我們會去看一下 這個產業它現在的新創的狀況 那這個是根據CB Insight的部分 因為它每一年都會去做 就是美國這個部分 就在新創產業的一些廠商它投入的狀況 那基本上的話2024年不外乎就是一樣是幾百家的新創廠商產生 那從2023年到2024年其實我們發現幾個很重要的點 2023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廠商開始專注於一些 比較是特殊應用的產業 譬如說像是媒體娛樂產業 它開始把AI這樣的技術賦能於他們的整個產業的應用 那像是媒體呀 然後還有一些跨時尚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的話其實相較於過去 我們只用在製造業也好或半導體產業也好 其實有很多的產業開始把這些AI賦能納入考量之一 那在2024年的這些的新創廠商 我們發現就是在新創者它在建立所謂的虛擬世界 還有自主工廠 因為他們發現在所謂的智慧工廠的部分 或者是智慧製造的部分 其實有很多可以跟AI技術的結合 所以可以看到說其實新創廠商它背後的背景 甚至它的一些廠商的一個發展 它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目前全球就是最夯的一些AI新創廠商 他們在投入什麼的一個方向 那當然在整個的AI技術的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說AI技術它開始轉用所有通用的技術 因為過去的AI它可能只是運用在 你就是消費者很難感受到的一些應用 那現在的話漸漸的會往所謂的消費者應用端 就是同用AI這一塊來看 那基本上的話我們會從幾個過去整個產業來看 就是譬如說像是在1990年的時候 那時候的光閒大家也覺得說投資非常熱 那後來為什麼有泡沫化等等 那AI會不會也有泡沫化這樣的一個狀況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說現在從整個的美國的科技大廠 包括像是Google也好 他們開始推所謂的自研LLM的這樣的一個模型 其實對於這些科技大廠它在推這樣的一個模型之下呢 它其實是投入相關的一些資源 那這個部分的話相較於像1990的光線泡沫 其實有很大的不同 那當然自駕車也談很久 那為什麼自駕車一直沒有辦法突破 有很大的原因就是包括像是過去的 像是成本的問題也好 還有安全的相關的issue也好 但是在AI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AI它是有可能在短時間之內去做發展的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可以看到 其實它的早期的投資的狀況是非常的成熟的 那除此之外的話 大家最喜歡把它跟 應該說量子計算去做比較 那量子計算的部分的話 它基本上它其實已經發展很久了 但是因為它必須要投入很大量資源 但是在AI的部分 它的整個的AI賦能來看的話 它在各產業的一些應用 其實已經逐漸有落地的部分 那AI怎麼去重塑所謂的工作場景的應用 基本上如果我們從行銷跟設計來看的話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過去在所謂的設計產業 那尤其是模擬的那個時代 它可能真的是要去手去做設計 所以都是紙本的部分 可能要在設計上面的時間 可能都要好幾個月之類的 那在PC之後的話 基本上它的整個的時程 可以縮短到幾個禮拜 那到Internet之後呢 它甚至幾天就可以做出來 那甚至我們現在講的所謂的Gen AI 就是AI的部分的話 它可能幾分鐘你只要下對的指令 它可能就可以很快地給你一個提案 甚至一個設計圖 那甚至是一個行銷的專案 所以其實AI它對於整個產業的部分的話 它其實是重塑整個工作的一個方式 那甚至是透過AI的一個工作的部分 去提高工作效率 那在定義的部分的話 其實在工作上面的一個產業跟 產業跟職業的通知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我們會把它分幾個點 第一個點的話 當然就是增加決策跟策略的部分 那這部分的話 可以大家都知道說 AI它就收集大量的資料 然後去預測結果 那因為提供相關的業務 可以一些不同的見解 那當然客戶服務的演變的話 基本上的話 大家就是只要是聊天機器人 那最常見的就像是 譬如說你今天帳單沒繳 就是手機帳單沒繳 你打進去 現在都是聊天機器人的部分 都是現在用語音的方式 把你的一些基本的需求去做回復 那如果有真的比較難的問題 才會去轉到真人的客服 這樣的一個部分 所以基本上的話 客服的效率的提升 它可以透過像是聊天機器人的一個查詢 然後去讓客戶可以更快得到資源 甚至是可用性的部分 那接下來的話就可以看到說 整個機器的興起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其實生成是AI 它對於整個新創的一個原創內容的 演算法 那甚至從文字到圖像 甚至在整個的行銷設計的 產業的一些影響之下呢 其實可以很快速的去生成一些 一些圖案跟文字 那最有名的就是之前有一個 就是他們高中生畫畫比賽 可是後來被查出來其實是用AI去畫的 對 那很多時候其實它是非常可以用 它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當你用在對的地方 它其實可以幫你節省很多時間 甚至是提高很快的效率 那當然還有重塑研發的部分 那這個的部分最常見的就是汽車產業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汽車產業每一次 它不管是在一個零件的新生產新設計 它的一個驗證時期非常長 那透過就是AI導入所謂汽車研發的部分的話 那可以加速整個AI演算 甚至是預測結果 那除了就是有關安全的 比如說像是汽車產業之外 還有製藥產業 那因為製藥產業的話 它通常都要一些臨床的試驗等等 可是透過AI的一個賦予能量之外 它可以減少它的開發的時程 那甚至它的一個時間跟成本都會下降 那當然最後的話就可以看到說 會有越來越多不同於過去的一些新角色 跟一些技能出現 那這個東西的話 可能是我們現在這個時間點 甚至都還沒有的一些角色定位出來 那這個部分的話是2023年 就是麥肯熙他根據全球 就是他去找所謂的經理人去做分享 就是不同區域產業資歷 他們目前在深層式AI的一些應用狀況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 其實現在有用AI的一些工具的人 是非常多的 幾乎都是八成以上 不管是在哪一個領域 他有把領域別分類出來 那當然這個是根據全球 將近2000份的經理人所做出來的結果 所以換言之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全球在運用所謂AI的工具的經理人也好 或者是行銷人才也好 軟體的工程師也好 其實AI是非常常見的一個使用工具之一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可以看到說 在不同領域的gen AI 它的整個的應用部分 那其中是以軟體開發 客服跟行銷影響最大 所謂的影響最大 講直白一點就是取代性最強 所以可以看到說 其實軟體開發客服跟行銷的部分 你要怎麼樣去應用AI這樣的工具 不被做取代 那你就要透過AI工具的使用 把自己的附加價值再一次的提升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未來 AI驅動的未來工作角色 那這個可以看到說現在很多 目前都還沒有 比如說像是AI產品經理 還有人機互動的設計師 AI的auditor 甚至是一些所謂提示工程師 那當然不同的角色 它就會有不同的一些應用 那其中的話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提示工程師的部分 它其實就是怎麼樣去設計 跟完善精確的文字自傳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整個像gen AI 你要去為它什麼樣的資料 所以你下指令的那個時間點 甚至你怎麼樣下指令 都變得很重要 那當然提示工程師 它最主要就是怎麼樣去優化 所謂的AI的一個訓練 甚至是期待得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還有所謂的AI倫理的學家 因為這個部分的話 AI倫理學家是目前歐美 他們現在在看中的部分 因為他們覺得說 未來真的AI崛起之後 AI的倫理跟技術發展 這一塊會變得很重要 那到底怎麼樣去 所謂我們在探討AI深層次的內容 對於像是道德的影響的部分 會不會有一些偏見等等 這個是未來可能會有一些的工作角色的定位 那科技大廠要怎麼樣去面臨這樣的一個 AI的一個部分的話 基本上現在不是只有台灣 美國也好 歐洲也好 甚至是中國也好 他們都面臨一樣的問題 包括像是 他們發現 就是經驗在知識內容 知識專業的不足 那還有教育的不足跟人力的競爭 那當然因為AI跟所謂的機器學習的部分 它其實相較於其他以前 我們在熟知的一些領域 專業領域上面 它其實是比較複雜的 那AI它不會是只有單一的領域 怎麼樣的去做所謂的各個領域的整合 包括它可能會牽涉到像數學、統計學、程式語言 等等這些的一個特定領域的知識 那另外的話 美國也面臨到教育不足的問題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現在你如果是以現在 譬如說就業的人口 或者是教育的一個狀況來看的話 你很難跟上現在AI的一個發展的狀況 所以基本上他們會提供一些所謂 就是相較於過去傳統學科的一個學程之外呢 怎麼樣讓AI跟機器學習去跟研究人員這一塊去做擴展 就變得很重要 那另外的話就是人才競爭的問題 那我相信不是只有小公司有面臨這樣的問題 其實更大的科技大廠他們面臨更是這樣的 就是一個人才競爭的部分 那基本上以美國像是Tesla也好 或者是Facebook也好 他們就是重金雜 就是我用薪水去挖 我怎麼樣去提供更優質的工作環境 給這些非常熟知AI相關的一些專業人才的部分 所以這個都會是我們看到就是在面臨AI 它的一個人才挑戰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AI的部分的話可以看到說 它其實除了對整個產業有影響之外呢 它其實也可以就是它開始慢慢改變招募的部分 那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說 以AI來招募可以分為幾個 第一個當然可以簡化篩選的過程 第二個它會用來預測整個候選人的成功 那怎麼樣去透過AI去為這些資料 然後去分析過去歷史跟招募的數字 甚至是可以預測這些人有什麼樣的人格特質 他未來可能在這個工作崗位是不是可以成功 那另外的話是減少招募中的偏見 因為大家都知道在美國其實有色人種 還是會有所謂的就是會有偏見的部分 那以美國來講的話 它希望透過像是AI這樣的工具 去更客觀地選擇一些它覺得合適的一些人選 那來降低所謂的就是在招募過程中 產生的一些偏見風險 那當然大家可以看到說 當在整個的一個產業應用的部分的話 其實很多就是跟AI去做 AI跟機器學習這一塊去做連結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到底Facebook是怎麼做的 第一個Facebook它怎麼樣去吸引它的AI人才 跟它縮小它的AI的技能的一個差距 基本上的話Facebook它先創了一個 人工智慧的研究中心 那這個研究中心的話基本上它就是想辦法去留住這些頂尖的AI人才 然後透過這些AI人才的一些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之下呢 更優質地提升所謂的工作環境條件 那甚至它會幫這些工程師去設定一些挑戰 然後讓大家有突破挑戰這樣的一個概念跟想法 那除了這個之外的話它有提出相關的計劃 那這個計劃的話就是它會把所有的AI模型直接應用在 它們內部的一些就是工作上的應用 那希望透過這樣子去縮小它們內部所有AI技能的一個差距 那在微軟的部分的話它就是直接提供像是AI團隊的部分 那AI團隊的部分的話基本上它就是希望 就是藉由各個跨學科的一些協作 然後讓這些專業的人才 它可以做所謂的全球的合作賦能的一個部分 那右邊的部分的話可以看到就是說 現在微軟在 現在微軟它在這幾個領域有發 它就是有比較多的投入 包括我們現在談的什麼氣候變遷 生物多樣性 綠能等等 ESG相關的議題 其實這個就可以看得出來 目前微軟它對於它們內部人才的一些需求 它希望這些人才未來除了AI的一些專業知識之外 可以有一些譬如說它的專門知識 是在相關的食品科技也好 或者是永續供應鏈等等 那最後的話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Tesla跟NVIDIA 那當然Tesla的話大家都知道說它是自家車的龍頭 應該算龍頭啦 基本上它就是以自家車為名的 那在整個的一個人才的一個爭奪戰之中呢 Elon Musk也有講嘛 他說現在是最瘋狂的人才的一個大戰 那尤其是在AI人才的部分 那大家知道說其實前半年應該說矽谷它其實裁了非常多人 那裁的這些人他們覺得某部分其實是可以用AI去取代也好 或者是他想把這個區域拿給AI更專業的一些人才為主 那除了這個部分以外的話可以看到NVIDIA的部分 NVIDIA它怎麼去降低它的一個員工的一個流動率 基本上的話一樣的它就是以AI技能為基礎 那甚至是它會讓這些科技的產業 對於整個員工的一個流動率來講的話 尤其是AI工程師 他會去做一個內部的一個培訓也好 或者是他的工作的環境的優質調升也好 這個會是整個NVIDIA它在協作的環境上面 他希望透過這些工程師的一些互相幫助學習 去做提高工作滿意度這一塊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其實在矽谷的這一群 尤其是非常優秀的這些AI人才 他們其實薪資都已經達到一個非常高的高點了 那到底怎麼樣他怎麼樣願意留在那一家公司 除了薪資之外 除了股票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優秀的工作環境 對 怎麼樣創造一個優質的工作環境 會是這些就是專業的AI人才 他們更看重的一些地方 那最後的話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整個AI它其實是大幅改變工作的一個場景 那怎麼樣去利用AI這樣的一個工具 然後去因應這樣子一個全球化或者是技術的一個進步 其實AI它不是只有只是一個單單只是一個工具 它可能會是改變所有產業的一個催化劑 那當然在這樣的一個趨勢之下 我們必須要去探討也好 我們也必須要去了解跟掌握AI的一些應用 那當然目前看到不管是台灣也好 美國也好 中國也好 其實在AI人才的短缺會是一個挑戰 那最後的話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他們根據全球的一個AI人才統計 目前全球的AI的專業人才 50%以上是來自於中國大陸 所以其實中國他們對於所謂的AI人才的看重的程度 是非常高的 超乎於大家想像的 也因為這樣其實美國在這一塊極力在追趕 除了在提供更多元的一些AI的一個產業賦能之外呢 AI人才的培訓將會是在今年 大家可以看到會非常 就是人才的爭奪戰會非常的激烈的 那這也以至於說 對於整個的教育體系也好 或者是在我們的產業的賦能應用也好 這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